我讲一个最后的一个场景好了 我回去 那时候我住在外面 我回去的时候 因为我要交一个税单给他 然后我在这个楼下打电话 很久之后他才接电话 我说结果你在家 我说那我上来一下好了 他反应非常急速 不要 我说我好久没看到你 我上来看看 他说不要 你把税单放在信箱就好 你多久没看到他 也许好几个月吧 为什么 我搬到外面来住了 我晓得状况是不对的 然后 突然一下好聪明 我说楼上有人是不是 我非上来不可 我就上楼 上楼之后 我在外面按电铃 不开 我就哭了 我说你开门 我不会为难你 不开 我下楼去 我拿了一把钥匙 结果拿了钥匙在上楼之后 我还说了一遍 不要让我用钥匙开门 你开门 我不会为难 不开 我一开门进去 你有钥匙 为什么要他开呢 没有 让人家做准备啊 你也不想看到 很多不好看的画面吧 你看我跟讲 每个人都说 我是个非常冲动的人 但是你看我在处理情感上 我觉得我付出极大的爱 因为我从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 所以我对爱这件事情 除了实际之外 我也有很多幻想 玛丽穿衣服要多久 我没有想到 而且还有了 就是给彼此一个体面嘛 而且也不知道里面那个人 他认识不认识 没有我倒还不完全想 第一个 因为我搬出来 但是钥匙 我手上还是有钥匙 那时候我看 我都已经记不清楚 因为太久 已经二十几年的事了 后来我看 所以当时你大概四五十岁 对 然后我打 后来我开门之后 他看着我说 我真是 我竟然没有换锁 是不是 所以都很好笑 我们讲 其实我们讲 回头去看这些事情都很好笑 一点都不再受伤的感觉 然后他说 你在外面一天 那种三阴风点鬼火 多少人骂我无情无义 我说 说你三阴风点鬼火 三阴风点鬼火 你看这几个字多用得多精准 我说在此之前 我没有跟你谈 没有跟任何一个要好的朋友 谈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说如果有人说你无情无义 是你要去想你做了什么 就像因为我太多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最后 最后一次 最后 后来我说屋里有人 随便带回来的 反正就是 随便带回来 随便 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那都开始聪明了 我就突然打开鞋柜 因为我们的鞋柜 在玄关是一片很大 通通都女生的鞋子 我这人不是随便来住 这个人是住在这 不是你的鞋 当然 那我说那你请他出来 他问我一句话说 你会不会动手 我说过去一二三 我就讲了一些名字 我说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都主动上去打招呼 我从来没有对人家不礼貌 你今天这个态度 我怎么可能 然后反正他刚开始 他不要 不要叫人家出来 我说那就 你就叫警察来吧 我也没办法 我说我今天 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人 结果呢 后来他讲一句话 让我很伤心 他说我跟你在一起 从来没快乐过 我说我们十七年婚姻 我前面四年 我很快乐 我后面七年 我觉得不好 我们是陌生人 所以我一再说 我们要分开 你从来没有快乐过 你竟然不肯分开 我说那我只能说 你从开始就在设计我 我觉得我发生 我跟你讲 我可能因为跑影剧新闻多 我也听得太多 看过太多故事 我觉得感情会改变 真的有的时候 不要去怪别人 因为你们就是开始 不同步都不同掉了 所以我没有一点点 责怪的意思 但是这个呢 我当时很伤心 我后来对方出来了 我就说 有出来哦 几岁 自己出来的吗 几岁 不关心这种话语啊 穿什么衣服 应该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我 你们都在问什么 应该是不认识 不认识 而且我就 不是员工啊 有一点后来 有一点接触关系 有一点工作接触关系 但那些对我来讲 都不重要 尤其我就那么漂亮 是 感情很重要 对 我就 想知道几岁 所以男人他有 他如果在外面 要有一个新的伴侣 所以你有时候了解 他不见识说 一定是条件比你好 他有一些东西 是符合他的需要 所以我说感情 你不要去责备他 因为你责备他没有用 最重要的 不是你要去怎么样 去约束他们 对不起 就是说另外一半 有外遇 并不是你不好啦 对 对 我刚开始会常常问 为什么我怎么会 把自己活成这样 但后来我不觉得 就是我慢慢 我自己还 当然这后面 我自己又发生一些 别人对我有好感的事情 对我也是有疗效的 那那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 我还能够 还没 那他出来了 那你们见了面 那讲了什么 对不对 高姐要不要喝水 我说不乐 我说那我就走 他问你高 高姐你要不要喝水 是 我说不乐 我说不好意思 我钥匙还没有还来 我就把钥匙放在 这个书柜上面 我就走了 编的啊 你们都会觉得编的 我自己回头看 我都觉得编的 我第二次都不会演那么好 但那个时候真的伤心 通常女生看到 都先看是不是他长头发 就辣了 不会 我不会 没有 因为他 我有说 我说你今天这个态度 已经让我非常清楚了 我不可能对人家不礼貌 何况我以前还碰到 那女生出来的时候 你老公的神情怎么样 没什么办法 我想他在防备我 我坐在沙发上 他前面坐在茶几上 一直对我 他大概觉得我会 会动 会动 才去会 所以他护着那个女生 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但他应该知道 我不可能的 我的一生当中 我在社会上做事 我没有跟人 真的正面冲突过 虽然我个性急躁 那我通常的做法都是 站起来就走 对不起 再问一下 你有跟老公说 前面十年你是蛮快乐的 你结婚十七年 是 后面七年你也不快乐 我也不快乐 那你老公也有讲 说他跟你在一起 他从来都没快乐 他从来都没快乐 他娶你干嘛 所以我以前 我在书里面有写过 如果一对情人 或者一对夫妻分开 你们永远不要跟对方说 问你 你配不上我 你对我有什么用 我觉得这些话没有必要 我相信人在相爱的时候 是真心真意的 我今天即使到现在 我旁边有人 我还是可以说 我在十七年婚姻当中 我是很爱我的丈夫的 但是我也要接受 有一天他会改变嘛 新闻娃娃娃 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